我们现在来介绍运动学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物理量叫做加速度 所谓的加速度我们每一秒钟速度的变化量 我们讲就是因为加速度也分两种 一个是平均加速度 我们先介绍它的定义 就是当一个运动体的速度 我们叫速度它是一个向量 它在这个ΔT的时间之内 从这个V1 V1向量变成V2向量的时候 所以它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平均加速度 就是用它的速度的变化量除上这个时间 那这个V2指的是它在变化以后的速度 那V1是在没有加速之前的速度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V1 我们又称为它的初速度 V2就是它在加速以后的速度 V2就是它在加速以后的速度 就是经过ΔT时间以后的速度 所以V2一般我们又称为是它的末速度 另外一种加速度叫做顺时加速度 就是它瞬间的那一个加速度 它的定义就是说当这个时间间隔区区0的时候 它的平均加速度的极限值 就是它的顺时加速度 那我们在这个等加速度直线运动这个单元里面 提到的它的加速度是一个常数 这个加速度指的就是它的顺时加速度 所以这个加速度的方向跟大小一直从运动开始到结束 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是不是等加速度运动呢 我们是用它的顺时加速度来判定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所求出来的是它的平均加速度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假设有一个指点呢 在一个水平面上面 在运动 它本来呢是以每秒钟100公尺的速度在运动 这个就相当于它的粗速度 它本来是往东边在运动 意思就是它的粗速度呢 我们如果用微弯向量来表示的话 它就相当于是每秒钟100公尺的I向量 因为它是往东边 那10秒钟以后呢 它的方向变成到了北边去了 经过10秒钟呢 它的方向是往北边 所以它的末速度呢 也就相当于是100 每秒钟公尺的这一项量 所以它在这10秒之内的所产生的平均加速度呢 这个一项量呢 我们就要末速度 减掉粗速度 就要100的这一项量 减掉呢 100的I向量 然后除上时间是10秒钟 那这个向量的加法呢 适合交换性 所以我们把I跟J呢 把它交换一下 也就相当于呢 它这个在水平轴方向的加速度呢 其实是往西边的 因为它的方向是负I的方向 就是每秒平方呢 10公尺的I向量 然后呢 再加上 往北边 它也是有个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呢 是每秒平方 10公尺 但是方向呢 是往 北边 方向是往北边 那整体来解释的话呢 等于这个运动体呢 它受到一个力 这个力的方向呢 是北边 西呢 45度 所以它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 如果把它分解开来的话呢 等于这个加速度呢 在西边有一个是 负10 所以造成它往东边的速度呢 每隔一秒钟 就会减掉10 所以难怪10秒钟以后呢 它在东边这个方向的速度呢 会变成0 但是在北边这个地方呢 它每隔一秒钟的速度会增加10 所以经过它10秒钟的运动的结果呢 造成它最后的速度呢 是往北边 而且是每秒钟呢 100公尺 那今天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第四期 第四期 第四年